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跟大家聊聊美国在台湾这还能撑多久 今天会跟大家聊两个新闻 一个是美国众议院的所谓的那个中国的那个协会啊 然后开大会了 那另外一个新闻是啊 这个华盛顿的邮报啊 他称啊这个台湾的飞行员太少了 从这两个新闻咱们能看到什么 看到美国的玩法 然后咱们今天也会来聊聊中国将要如何好美国人 美国人还能够在台湾撑多久 这也就是很多同学所担心的啊 台湾想要永远维持现状 他维持得下去吗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美国的这两个新闻 首先啊所谓的这个这个就美国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开大会啊 他里面讲的很多的内容 其实大家都会有一种感觉 很多同学当然会会很反感 美国人你这是搞台湾问题你要干嘛对不对 不要问他想要干嘛 你得知道他要干嘛 他想要干嘛都已经摆在明面上了 他想要干嘛呢 之前跟大家讲过 你看看乌克兰这个问题 美国是怎么玩的对不对 然后呢一直挑衅嘛 北约东扩北约东扩 北约东扩管鸟用啊 他为什么一定要北约东扩呢 因为他要激怒俄罗斯嘛 激怒俄罗斯之后 美国可以啊 拉着欧洲那帮啊国家 然后跟跟俄罗斯啊 我来制裁你 然后从而能够让美国人达到拉拢欧洲人的一个目的 虽然说现在没成功 没成功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还有一个中国 如果没有中国的话 你看看美国能不能够成功 就明白了 还是那句话 看清楚美国人最背后的这个目的啊 首先啊 咱们讲一讲这个 这个美国众议院啊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啊 盖拉格 然后他称啊 中国的威胁对于美国的威胁更胜苏联 那怎么办呢 我们美国应该努力武装台湾啊 阻吓啊 中国 啊 他这个话 大家不觉得怪怪的吗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那样 美国玩什么 他的手段是什么都已经在明面上了 他真的是要跟中国拼了吗 大家一定得看到这一点 美国人是真心想要跟中国拼吗 啊 很多同学认为啊 美国好坏坏 对不对 然后一看到俄乌问题 那就是乌克兰好坏坏 俄罗斯啊 是个好棒棒 然后呢 看到美国 美国也是好坏坏 美国天天的借着台湾问题 搞事情 搞事情 美国是不是好坏坏 当然是好坏坏 但是美国是想要借台湾问题 要跟中国拼吗 他说的这些话都快说白了 都已经说白了 对不对 要让台湾干 美国不会干 对不对 美国可以给台湾提供武器啊 阻止中国入侵等等等等 但是的话 你让美国人拿枪上 美国不会拿枪上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美国想要利用台湾消耗掉整个中国的实力啊 这就是美国的玩法都到台面上 对不对 然后很多同学可能会担心啊 那个台湾这个问题 无解啊 永远会世界上 美国天天怎么玩 咱们如何能够收拾美国人呢 其实大家一定得知道 看问题要直视 而不是要逃避啊 台湾问题 最近我一直在跟大家聊 要直视美国人的存在 正是美国人存在 解决了美国 然后才能够真正的解决台湾问题 也就牵扯了 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美国在台湾还能成多久 很多同学 那一说到台湾这个问题 那就应该趁着美国消耗在乌克兰这片战场之上 赶紧把台湾捅了 你这样玩是没有用的 因为美国想要的同样也是这个 就跟这些新闻一样 赶紧武装啊 武装 然后台湾 然后贺阻解放军 贺阻中国 对不对 然后他为什么这样 就希望你去动手嘛 希望你去动手嘛 你动手了之后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呀 昨天其实就跟大家聊了 美国就会跑到欧洲去呀 去看呐 台湾呐 湿山血海了 雪流成河了 对不对 然后中国好坏坏呀 好战呐 这个国家呀 然后的话 我们应该站在正义的一方 台湾是我们自由民主的大同盟里边的一员 欧洲赶紧站在我美国一边 对不对 然后谴责中国这种行为 只要欧洲人开始谴责了 中欧关系产生裂痕 欧洲又就得跑到美国一边呢 美国也可以借台湾问题啊 来跑到这个东南亚 然后跑到东南亚啊 东南亚你们这些国家跟中国也有主权领土的争议啊 赶紧躲在我美国这一边 然后跟中国拼了 这就是美国的玩法 跟各位讲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简单 也有一些同学担心啊 美国啊 不是一个会装可怜的 中国不会给美国装这种可怜的机会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想的 现在美国就在这样干吗 现在美国在世界上说台湾问题 不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吗 中国好坏坏 要入侵台湾湾 对不对 中国坏坏坏 台湾湾好好好 对不对 天天不都是这样吗 今天啊 这个2026年要无统了 侵犯台湾 2025 2024 2023 天天的要侵犯台湾 对不对 中国就好战 中国好坏坏 对不对 天天的就这么 就这么干呢 然后的话 中国威胁论 从何而来 不就是这些东西吗 就是你好战 你愿意打仗 然后的话 你要侵略谁 你要怎么怎么样 美国现在就在干呢 不是说中国 给不给美国这个机会的问题 而是因为美国 现在就在这样去做 美国的玩法 就在平面之上 各位看不到吗 对不对 美国这样玩 他有好处啊 有什么好处 你台湾让美国啊 台湾那边 反正左人这打个稀烂 台湾岛上的钱 就得去美国 台湾的芯片制造业 要不要去美国呀 对不对 台湾有钱人 赶紧把你的固定资产卖了 赶紧跑到美国之区 跑到美国去呀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台湾的中小企业 你们也有点钱 最近的跟大家讲过 所谓的台美的21世纪的这个贸易的倡议 不就是针对着台湾的中小企业服务行业去的吗 也得去美国 要开开放那些啊 方便的通道 然后辅助啊 辅佐啊 辅助那些台湾的中小企业去美国落地呀 现在美国这个目的都已经玩明了 还有还有谁看不清楚呢 对不对 美国当然是有好处要做这个事情 美国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之前跟大家讲过美国不是说啊 多在意中国统一与否 你统一不同意 跟他的关系没有那么直接 美国只在意要维持自己的霸权 对不对 美国如果说可以借助乌克兰问题 消耗掉欧洲 消耗掉俄罗斯 然后也想要消耗中国 然后也想要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消耗整个中国的实力 对不对 然后的话能够影响欧洲 能够影响东南亚 美国那这个霸权也就稳了 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维持霸权 对不对 很多同学啊 一说到台湾问题 那赶紧 那为什么很多同学认为俄罗斯好棒棒 趁着啊 这个俄罗斯消耗美国人 现在武统台湾 那就赢马了 对不对 只要武统台湾了 我们就能够获利啊 很多同学有这种想法 能不能理解能理解 但是直视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归根结底 这个世界还是正在博弈的一个世界啊 你稍微有点问题 不注意 你就万劫不复啊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如果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出现问题 如果中国的关系 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出现问题 这两个地方都是什么样 跟中国什么样的关系啊 有些欧洲是中欧贸易 一带一路 最关键那个节点 欧洲毕竟是世界的三大市场之一啊 对不对 中欧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 那中国的发展将要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一带一路还怎么推 中欧贸易 中欧铁路那些东西是什么 到最后会变成什么 对不对 东南亚呢 那是中国的第一大的贸易伙伴吧 对不对 这样中国跟东南亚的贸易 那个量大了去了呀 如果中国跟东南亚的关系 整体受到影响 美国占去了美国那一边 美国将 那中国的发展将会变成什么样 美国的发展就要变成什么样呢 我相信各位明远人心知肚明 对不对 然后啊 那如果说中国的发展受到了影响 美国再跟中国博弈的话 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对于美国来说才是最好的 大家想一想 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啊 才对于美国来说是最好的 其实很久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 美国人最希望见到的中国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中国 那就是90年代2000年的那个中国嘛 你是啊 这个世界廉价商品的提供地 美国廉价商品的提供地 对不对 然后你你中国的老百姓 你永远就一个月拿来 把几百块钱1000块钱工资 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你也别想成为 成为什么世界的大国强国 你就这样就行了 可是呢 中国不是一个啊 不是一个能够老老实实 或者说能够永远 臣服于你美国的一个国家 中国是一个大国 是一个文明 是给这个世界可以提供规则的一个国家 所以说呢 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最希望经过了啊 他之前那种想法90年代 希望中国永远变成90年代2000年的那个中国 然后走到现在美国这个变 那个对于中国的想法会不会有所变化 当然会有啊 哦 只要中国还有一定的体量的话 可能中国那个大国的那个心就不会变 那分解中国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是好事情 让中国变成几块对不对 什么七块论八块论九块论十一块论 对不对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块论 然后把中国分解了 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是好的 那个时候也许咱们已经统一了台湾 对不对 无统了台湾统了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如果能够借台湾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 导致中国的发展出问题的话 中国那个时候要跟中国博弈的话 美国会不会对中国下手 对中国动手 裂解中国呢 那个时候真不敢想 各位跟大家讲啊 真的是不敢想 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就是要维持自己的霸权 如何维持自己的霸权 把所有能够威胁美国地位的那些因素全消灭吗 对不对 美国一直以来的这个这个政策不就是这样吗 你看看在俄欧问题上不是这样吗 如果俄罗斯是美国啊 首要要消灭的 他就应该自己派兵 可是为什么不派兵 因为他只不过想借着这个问题 维持自己的霸权 拉欧洲人 炸欧洲人的钱 影响俄罗斯 对不对 也想影响中国 那台湾这个问题同样也是如此啊 对不对 然后想借台湾问题影响中国的发展 然后呢影响中欧关系 影响中国东南亚的关系吗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 对不对 美国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维持自己的霸权 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讲 要证实台湾这个问题 要证实美国的存在 对不对 要解决美国才是核心的问题 解决了美国的这个威胁 然后台湾还能跑到哪去啊 对不对 就像我反反复复复跟大家讲那样 你让台湾现在去独立 咱们不打台湾 对不对 你独立我也不打你 你经济靠谁而活 美国要台湾的芯片制造业 大陆这边啊 养活了台湾的40%多的出口 我就不说断你40%全给你断了 给你断30% 台湾那个时候吃饭还吃得上吗 很简单 你让他去独立 他独得了吗 就这一句话 对不对 台湾跑不了 台湾跑不了 美国想要借台湾啊 搞中国的心 那是很大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搞呢 维持自己的霸权嘛 那如何消除掉 所有对于中国往上去走的那些威胁呢 对于美国来说 要消除影响他霸权的因素 那对于中国来说呢 同样也是如此 所有影响中国发展的因素 咱们也得消灭 什么玩意影响中国的发展 美国嘛 对不对 台湾这个问题美国嘛 美国是核心问题啊 对不对 大家还得看到啊 就像我刚才 刚才最开始跟大家聊那样 那美国 那你要你老五说了啊 要解决美国的话 那得多久啊 有同学说了啊 那得60年 对不对 在我这留言60年 才能解决美国 很多同学啊 真的是就像我一直以来 跟大家讲那样 就看待这个国际的政治 有的时候真得深入的思考一下 真的是要认识到自己的水平 也认识到对方的水平 而不是说网字 飞薄或者说啊 就是一味的夸大对方的实力 都没有任何的意思 必须啊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呀 你连你对于自己不了解 更何谈你了解别人 你不了解别人 也不了解自己 你看他这些问题 如何看清楚啊 那中美之间的对比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是否需要60年才能解决美国这个因素呢 中美之间的差距有60年那么大吗 其实啊 大家得知道啊 你要聊台湾问题 必须要牵扯 就是地缘政治的一些问题 台湾这个点 对于美国来说就是个死局 为什么离大陆太近了 离大陆太近了 这一点大家一定得记住啊 这一点就注定着美国就得长途的跋涉 来解来支撑啊 台湾 咱们这边解决台湾这个问题 你不管是经济的政治外交的还是军事的 美国还有优势吗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啊 其实最近啊 关于台湾问题都出现了很多很神奇的一些变化 咱们先说外部的 再说台湾岛内部的外部的 比如说啊 之前的德国的社民党 然后跑到跑到这个台湾啊 去去访问啊 窜房 然后的话 社民党说的是什么 你台湾要维持和平稳定啊 对不对 台海一定要和和平稳定啊 然后的话 只有和平稳定啊 才是才好 德国的社民党也都 大家也都知道是舒尔茨那个党 德国总理舒尔茨那个党 然后舒尔茨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人物啊 那是带着德国的大企业来中国投资的 大家得知道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反反复复跟大家讲过 舒尔茨带着那么多的德国的大企业来中国投资 不是因为爱中国 不是因为德国人啊 全心全意就觉得中国的好 不是 是因为什么 你来 他来中国他有发展的 他能赚钱他才来啊 那讲到他能赚钱的话 那就要讲到 那那德国的社民党跑到台湾海 什么台湾和平稳定啊 什么意思啊 很简单呢 如果打起来了影响德国人在在大陆的投资啊 就这样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 这就是社民党跑到台湾 他的干事说这种话的一个目的啊 就是台湾你别乱动 你台湾如果乱动的话 对不对 影响了大家的利益的话 大家会抛弃你的 你千万别挑事 你别挑战大陆 对不对 挑战你要维持和平稳定 你要乖 社民党是这样 其实大家看待这个世界已经开始慢慢的发生变化了 从最开始 从以前 比如说二三十年前 然后的话 那个时候啊 美国只要说了啊 这个中国威胁了台湾 对不对 大陆威胁了台湾 这个世界不会有人说个不子 结果走到现在变了 德国 那也算世界强国之一吧 对不对 然后人德国的社民党跑到台湾 警告台湾 你不要给我乱动啊 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 你 你敢乱动的话 你就是TrupleMaker 你影响了我们德国人的利益 我们德国人当然要压你一下啊 这个世界正在发发生着慢慢的一些改变 包括新加坡也是如此啊 他也不希望啊 打仗 但是的话 他也知道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的话 那新加坡为什么会有这种表达呢 同样的道理 你要打仗影响新加坡的利益啊 所以说呢 一面对台湾 台湾和面对大陆 那他们会更加的倾向于像谁喊硬化呢 肯定是台湾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这种情况的慢慢的改变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说啊 像日本像韩国 有的时候借着台湾问题喊两句硬化 但是它起作用吗 它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变成什么 之前跟大家讲过 没准解决台湾问题的不是大陆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毕竟是一个 一个捣乱的因素嘛 会影响大陆的一个因素啊 因为中国跟其他的国家利益上的关系绑定的越来越紧密的话 人类民运共同体啊 利益上的关系绑定的越来越紧密的话 台湾如果乱说乱动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利益 影响了大陆的利益的话 同样也就相当于影响了别的国家的利益 然后那个时候 那些国家可能就会带头喊 要解决台湾问题了 台湾是一个triple maker 可能话就会说的很直白 现在这个进程正在往往前去走 谁拦得住呢 这个进程到底是如何实现的 是中国的发展实现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只不过是外部因素发生了改变 台湾内部因素呢 国民党又往大陆来跑 下里安 对不对 呆了那么多天 然后民进党呢 民进党现在怎么不喊台独了 大家想想一个问题 民进党怎么不喊台独了 然后民进党现在喊和平保台 接着很多同学不敢想 就是说很多东西 对于很多的问题不敢想 比如说 你像什么一聊到俄罗斯 不能提远东 提远东 你就是一个出大问题的人 对不对 怎么能够影响俄罗斯呢 应该跟俄罗斯成为同盟 应对美国的挑战 这一话一说 我之前跟大家聊了 充满了不自信 对不对 必须要跟俄罗斯绑定在一起 成为同盟 才能面对中美国的威胁 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啊 中国不如美国 中国得依赖俄罗斯 那中国凭什么 现在不能靠着自己的实力 在这个世界上独活 要依赖于别人呢 中国从1949年 对不对 然后的话到现在为止 哪件事不是靠着自己的实力 发展起来的 经济经济靠谁了 对不对 只不过要了一个公平的环境 进入了世贸 对不对 也没有说谁来支持 求着谁来支持了 经济是如此 军事呢 你不是花真金白银 从俄罗斯买的飞机 买的船 对不对 然后自己拼命了研发 然后才研发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买别人武器的国家多了 印度买 印度发展出自己成体系的武器了吗 靠是不是靠自己啊 政治外交 是紧贴着美国了 还是紧贴着俄罗斯 还是紧贴着欧盟了 现在中国的政治外交 是不是靠着自己的实力 闯出一片天呢 不管是金端组织还是上河组织靠谁了 靠的不是自己吗 对不对呀 就很多东西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不敢想 就总觉得自己要依赖着别人 然后自己不如别人 自己比如说解决台湾问题 得趁美国不入意在乌克兰呢 对不对 然后赶紧把台湾问题解决了 就不敢想 比如说想俄罗斯的远东问题 不敢想解决美国这个问题 认为人家都强的好可怕 不能沾不能辱 谁敢提谁万劫不复 其实啊 很多同学看不起民进党 对不对 看不起民进党 这个烂党 这个垃圾党 对不对 这个民进党 一个不值钱的玩意儿 对不对 然后一个垃圾 然后没有一个人性的一个政党 很多同学看不起民进党 但是我跟大家讲过 民进党这个党 比国民党像一个党 为什么 80年代的时候 民进党开始在台湾岛搞台独 虽然说我跟大家讲过 民进党搞台独是一个算计的结果 它不是一个理想 不是一个理念 但是哪怕它是算计出这个结果了 它也得面临 然后的话 在这个社会 台湾这个社会里面推台独 这个难度 80年代 台湾这个岛上面的所有的台湾人 然后能够觉得啊 台独是能够成功的 能够占多少呢 就认为啊就是台独啊 我们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80年代在台湾岛能超过5% 你就感谢你就谢天谢地了 那个时候民进党 然后能够下定一条心 我就搞台独了 对不对 这个社会里面对于台独的接受度 不会超过5%的一个情 一个情况 他开始搞台独 他得下多大决心呢 对不对 他得解决多少困难呢 就拼命的去推这个概念 去推这个理念 虽然说这个理念是他算计出来的结果 然后呢 根本就没有任何革命性 对不对 没有任何理想性 这样的一种状态 他就生生的往外去推啊 你敢想敢干 你才能敢成事啊 一直推到了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现在这种情况 然后呢 啊 那个我们就是台湾人 我们不是中国人了 对不对 把台湾社会推成了这个样子 民进党那个时候 为什么不随打溜呢 对不对 然后呢 啊 这个既然台湾社会绝对的大多数 都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我们就在中国人这个环境里面去啊 去抗争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为中国人如何如何的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因为他认为他这样做 他争不过国民党嘛 要与国民党形成一个壁垒分明的状态嘛 他算计也是算计出来 国民党出错了嘛 如何出的错 因为国民党一直在跟大陆玩意识形态对抗嘛 玩的一个是 玩的就是 你大陆都是土匪 都是野蛮人 你大陆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对的 大陆人全都是泥腿子 玩玩这个 对不对 然后呢 哎 那个国民党你还骗了台湾人 怎么骗的呀 你国民党说啊 能够反攻大陆 结果呢 到了80年代 那帮老兵 然后知道了 老兵开始闹了 像这个小蒋 蒋经国道 我们要返回大陆 我们要回乡探亲 对不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打不回去 你告诉我们 我们能打回去 结果骗了我们那么多年 没办法打回去 民进党 敏感的发现了这两点 一台湾人不喜欢大陆 二没办法反攻大陆 但是当时的台湾能够自保 当时台湾的军事实力 可以自保面对大陆 因为当时的台湾有F16 有幻影幻影2000 对不对 也有台湾自己弄的那个IDF 然后的话 这个军舰也有什么 这个这个宙斯顿 然后也有什么拉法一 那个时候 大陆那个时候有什么呢 歼六歼七歼八 对不对 军舰连现代机都没有 那个时候 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 然后的话 那个时候台湾能认为自己啊 愿意能够认为自己能够自保 但是大陆又好坏 又不愿意跟大陆离太近 然后又没办法反攻 但是我们能够自保的话 台湾独立啊 这是一个算计的结果 可是呢 他就算是算计的结果 他也得面对台湾岛上 大部分的人 绝对的大部分人 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可是呢 他敢想 他敢干 他干出来了 干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结果走在现在 咱们现在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实力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结果一说到美国 解决台湾问题 要解决美国 不敢想了 不敢想不敢想 美国太强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这个俄罗斯啊 然后的话 是中国提出12点立场 俄罗斯啊 不同意 俄罗斯还向美国释放信号 要跟美国来谈啊 你俄罗斯要付出代价 远东 你自己好好想想 结果呢 不能提 不能提 得依赖着俄罗斯啊 跟美国对抗 就很多同学 就是说 看不起民进党 但是你也得知道民进党怎么回事吧 民进党是不是 你作为一个政党的话 他比国民党强 他敢肯硬骨头啊 一个社会里面 反完全全非主流的一个声音 就愣被他推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放到现在来看 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实力 不如俄罗斯啊 对不对 是不是不如俄罗斯啊 可能GDP很多同学会说不如美国 但是现在中国哪方面不如俄罗斯呢 还必须得中国依赖着俄罗斯 现在在俄乌这个问题上 谁有求于谁 谁依赖着谁 是中国求俄罗斯了 还是俄罗斯应该求中国呀 很多同学想不明白这一点 那咱们继续讲台湾这个问题啊 大家得知道 看台湾这个问题 想要解决台湾这个问题 必须得直视美国人 对不对 美国人想要借台湾问题 影响中国的发展 影响中欧关系 影响中国跟东南亚的关系 那如何破解美国人呢 看到美国想要维持霸权 对不对 那就影响美国的霸权 那如何影响美国的霸权 借助台湾这个问题啊 那我就给你 我把你逼到几眼 对不对 美国玩的是什么呢 你看俄乌问题 美国用北约这个问题 一直在激怒俄国人 在台湾问题 美国一直在激怒中国人 那反过来 我要把你美国人逼到几眼 如何把美国人逼到几眼呢 你就看一看啊 你佩洛西往台湾跑 我就搞欢台湾岛军演 对不对 让海峡中线消失 然后呢 你美国的这个政客 麦卡锡 对不对 新上来的美国是众议院的主席 然后要往台湾去窜访 那我就直接警告你 对不对 导致你来不了 然后呢 让你美国必须得在台湾这个问题上表态 天天的表态 你必须得表态 对不对 然后现在你美国所谓的什么中国问题 什么什么协会 对不对 开大会了 然后的话 要武装台湾 武装台湾 你武装台湾没用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就得借着台湾问题给我喊硬话 就让你一直喊 喊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喊到你美国想要亲自动手的一个情况 我就要收拾你美国 讲到这儿的时候 很多同学可能要想了 对不对 中国啊 那那中国的实力与美国的对比到底怎么样呢 刚才跟大家讲了 看台湾问题一定要牵扯 原政治离大陆太近了 看一看中国的远程火箭炮的射程 再看一看台湾海峡的宽度 再加上台湾岛的宽度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军事方面 你不管是导弹 还是啊 还是那个那个导弹去导弹的驱逐舰 美国哪一点强过中国呢 对不对 美国凭着那40年 那老式的战斧到达战斧的导弹吗 然后把美国要逼几眼 你要反过来逼美国 美国既然想借着台湾啊 这个问题搞事情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那就要请军入瓮啊 对不对 台湾这个地方 必须让美国人觉得有利可图 美国你来 想要借着台湾这个问题 激怒中国人 我就激怒你 把你逼到乱掉 现在美国有没有乱掉 大家看一看 其实就跟流浪气球 这个事一样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美国 然后的话 莫名其妙 弄个F22 对不对 气球的杀手 上去打那个 气象的气球 你美国这么玩 我就天天骂你 对不对 让全世界看一看 你美国是如何歇斯蒂利的 对不对 你美国 而且不仅展示歇斯蒂利 你而且还展示自己的无能 一会儿说 那是间谍的气球 这间谍的气球啊 影响了这个美国的主权 影响了美国的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领空 然后侵犯了美国的主权和领空 你就这么喊 喊完之后 你如何让中国付出代价了 全世界都看到了你美国的虚弱呀 中国侵犯了你的主权了 侵犯你的领空了 你如何反抗中国呀 对不对 你打中国呀 对不对 都侵犯你了 我都侵略你了 侵略你的领空了 来打中国呀 全世界看的是什么呢 好吗 美国也不敢动啊 这就是美国最大的一个问题 把他逼起眼 把他逼到出错棋 他出错了棋 你也就赢了 在台湾这儿 美国如何出错棋呢 让全世界看到谁破坏了台海和平稳定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一定要把美国逼成这个样子 美国还能在台湾岛撑多久呢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大家一定得知道 中美博弈这才几年 美国想要拼命搞台湾问题 这才多久啊 从啊 这个 从这个台湾岛 对不对 然后以紧贴美国人啊 不管是蔡英文 紧贴川普 还是紧贴老拜登 天天都是老拜登 他特别好 对不对 川普特别好 天天这么搞 结果呢 瞬间转向 海峡中线消失 天天围着台湾岛跟玩一样 现在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给这个这个导弹啊 这个试射啊 过台湾的领空 咱们的这个飞机就拍台湾的玉山 天天怎么玩 天天怎么玩 你美国在哪呢 所以你美国来呀 你美国不是说的大陆解放军好坏坏吗 你来呀 只要你敢动台湾问题 我就往前去走 然后你非得要说保护台湾 支持台湾是吧 那我就展示我在台湾这的主权的问题 你美国接下来如何挑衅我 大家一定得知道 而且中美两国的实力 大家得看在眼里 这个这个问题就紧接着 就是美国能够在台湾岛撑多久了 那中美两国的实力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刚才跟大家说了 这个军事方面的实力 接下来讲的还是军事方面的实力啊 歼35最近出一个新闻 咱们这个啊 这个在招飞啊 招飞行员 对不对 招飞行员 然后那个那个宣传片里边模模糊糊的出现了歼35的声音 歼35估计要上舰了 对不对 歼35要上舰了 那你美国拿什么干的 F35吗 那可以拿F35 那中国还有歼20呢 对不对 美国有F22 哎是可以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个导弹的区别了 你美国的40年的老战俘就是不够用 咱们的超高音速导弹就是能干你 你美国就是没有超高音速的吧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个导弹驱逐舰05 我过万吨几一万多吨 你美国的导弹的这个导弹这个驱逐舰阿里伯克级几十年了还玩呢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随着时间越来越久 之前跟大家讲过 中国一个船屋同时造了五艘零无二地 中国一个船屋同时造八艘零无二地 然后歼35慢慢慢慢的现在已经快要正式入列了 然后的话歼20正在换发 只要时间哎在咱们这边 比如说再往后发展两年时间 咱们歼35要不要正式的入列 对不对 再往后两年时间 咱们的歼20能造多少艘 再往后两年时间 咱们同时得多造出多少零无二地 再往两两年的时间 对不对 歼20的换发能够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再往后两年的时间 福建舰是不是也要正式入列了 你美国那个时候有什么跟中国比 美国现在我跟各位讲 避海战斗舰吗 还是朱姆沃尔特 对不对 怎么都停产了呢 美国有哪个先进的武器 正在他的生产生产线上 没有 他的美国的那个新型的导弹 发展的怎么样了 在哪呢 这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然后的话美国越来越着急 那如果中国我就拼命的往前去推 拼命的挤压你 你美国越想在台湾搞事情 我就越证明你美国的虚弱无力啊 美国是如何虚弱无力的 事先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然后金门登陆的时候 金门炮战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敌气舰队就在台湾海峡呀 然后的话到96年的时候 美国的第七舰队就在这个台湾岛的东边 然后可是到了环台湾岛军演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在哪呢 在日本 在韩国 日本海岸那一带呀 怎么那么老远的美国人 怂不怂啊 为什么是这种情况 这就是此消彼长 你就看一看 咱们现在发展的速度 美国还能撑几天 美国为什么拼命的喊 2026 2025 2024 2023 因为他知道时间在谁那一边吧 再过几年 中美之间的趋势发生了逆转 然后美国还想借着台湾问题搞事情 那个时候美国人就真正的要付出代价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实力往上发展 发展的不仅仅是军事 还有政治 政治外交和经济 包含科技 只要中国的政治外交 经济和科技往上发展下去了 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也会越来越近 中国跟东南亚的关系也会越来越近 中国跟拉美跟西亚都会越来越近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强了呀 就跟现在一样 你美国经济出问题了 伊拉克就得出来说 这个是市场上面流通的美元变少了 我使用人民币 巴西也得出来说 我使用人民币结算 你美国呢 对不对 为什么巴西和伊拉克一个生产石油的 一个生产大宗的原材料的 对不对 大宗商品的 然后的话要跟中国越来越深的关系啊 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 科技各方面起来了呀 德国人为什么来中国投资啊 不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起来了吗 来中国投资有发展吗 再往后去走 世界其他的国家跟中国走得越来越近 那等到那个时候 我跟各位讲 跟大家预言一句 美国那个时候搞事情 可能就会遇到现在美国在欧洲遇到的问题一样 英国人都跟美国人叛变了 英国人拉着德国人拉着法国人 苏纳克自己亲自起草了一个计划 让这个乌克兰去跟俄罗斯去和谈 对不对 英国人都跟美国人说出不一样的话了 拜登说啊 俄乌战争不可能靠和谈能够谈出一个结果 英国人就说促进乌克兰去跟这个这个俄罗斯去和谈 你就看一看英国人现在态度怎么变180度大转向呢 英国人还借着通货削减法案 通胀削减法案 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 抨击美国人呢 你美国这样做不行了 英国人都变心了 等到再过几年 不用特别的久 不会超过五年时间了 跟各位讲 靠着中国现在发展这个速度 那个时候 中国不管在台湾这搞什么样的事情 美国如何骂中国 靠着中国在政治外交经济科技的影响力 都在往上去走的一个情况底下 拉近了中国与欧洲的关系 拉近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 那个时候中国不管怎么样动手 人家都会说破坏和平稳定的是台湾的 美国还能在台湾这撑多久呢 大家自己想 为什么说美国撑不久了呢 拼的是什么 拼的是发展 只有发展 然后的话影响的 才能影响的是什么呢 是美国那个霸权呢 这也就是美国人最害怕的 美国还能撑多久呢 大家好好想想吧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üne啦 去好 扔达了